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你们要进来要小心哦 因为它有很多玻璃制的东西 所以你的包包还有你的肚子 也要这样收起来 那我们快点一起去逛一下吧 好可爱的 Go 你买给我 哦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瘦花座垫 这么大 完全是我家的东西 写着我的名字 却放在这边标价 莫名其妙 我要再走了 好啦没有啦 这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像这种东西 都是印度手工制作的哦 还有你看到这边 彩绘桌 这个也都是印度一个一个 手工绘制上去的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我 还是我可以要这个鼻筒 因为它才60块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围巾区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满满的大围巾 因为它们的围巾也非常的有名 它们的布置品都非常的厉害 你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看看这一条 很可爱吧 它乍看之下 你以为好像有点花俏 但不会因为今年很流行 虽然说我今天好像有点不太适合 披这条围巾 但我还是想要披给大家看 有点太多条 我有点难以选择 你看点点的也可爱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粉红色 都是我的菜 它除了有刚刚你看到的薄的雪纺围巾之外 它还有这种冬天必备的羊毛披肩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这间店的所有商品 基本上都只有一件 所以所有的围巾基本上也只有一条 所以这等于说你绝对不会撞山 你看有种孔雀开瓶的感觉 我真的遮住了 它这个是一把大力扇 因为天气太热了 最近我想买回家沾风 而且我刚刚又发现了一个平盖椅 超低特价初清早 高霸高傻空 不会吧 我做给大家看 你们就自己找一下 它在小巷子里 你们自己找 自己过来逛 钱钱会多一点 因为你们会买太多 感谢观看